深夜大火發生在臺南新化 今天凌晨四點多 這間木材行因為不明原因 突然起火 警銷到場時 火勢已經擴大延燒 眼看大火不斷蔓延 警銷趕緊拉水線灌救 不過因為裡面都堆放大量易燃物 導致全面燃燒 消防隊員還得出動電鋸 破壞鐵窗才能夠進一步 阻隔火勢向外擴散 再換到空拍角度來看 好幾輛消防車停在周圍 可以看到燃燒的面積非常大 還差點波及到隔壁住戶 但你來聽一段 向防隊員的最新說法 由於木材行裡存放大量易燃物品 警銷很難控制現場 一直到一個半小時後 才成功撲滅火勢 這起火警燃燒面積 大約八十平方公尺 燒毀多輛停放在路邊的汽機車 不過幸好沒有人傷亡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盛敬美 靜好新聞